炸鸡都是打了激素的 一只鸡还有六个翅膀四条腿 你敢试试就试试 所以外面店二十块一只的炸鸡到底能不能吃啊 2046年美国能业部组织了一场明日之鸡蒸发赛 才选最优秀的肉鸡品种 我克尼斯毛白肉多 我白洛克长得快好养活 我克尼俩都不错 我们平时吃的炸鸡烤鸡 其实就是他俩的杂交后代 白鱼鸡 因为结合了恐怖的优良基因 白鱼鸡天生就吃得少 长得多 出生四十天就能走上摊桌 不能吃太胖 因为被撒掉的 所以长得快并不是激素左右 只能怪该死的易胖体质 我活一年就要消耗近五十一只白鱼鸡 便宜活就是没营养 肯定不如土鸡香啊 两酒鸡肉的成分并没有太大的差